爬富士山要爬到哪裡? 頂點 知道嗎? 富士山 你登堂 就是爬到富士山頂 富士山歐登堂 是指什麼? 你在爬山的這個過程當中 歐是陷進移動 你在爬山當中 A的話是怎樣? 爬了沒有?還沒有 往那個方向走過去 像什麼? A農勿 我往富士山方向出發 所以 含義上有不一樣 農勿爐這個是比較特殊的東西 一般來講是混 只有農勿爐這個可以混在一起 歐是在爬山當中 對這個過程 爬到頂點 A的話往那個方向去 是不一樣 他完全跟原來的住持的含義是一模一樣 好 這樣是好嗎? 沒有問題吧 這樣是好嗎? 這樣比較清楚 因為你了解這個以後 跟這個來判判 一講就通了 要不然你在寫這個的時候 有時候會搞不清楚 那個感覺 可以嗎? 好再來看這一個 這個 原地的動作地點字比較多 來 見る 用 用 好再來 那個線性移動 來 通 通 渡る 散步 散步 從裡面出去到外面 降る 降りる 好 待 這個順便去 pride 好 這個知道齁 來把它唸一下 感覺一下來 富士山を登る 富士山を登る 富士山に登る 富士山に登る 富士山へ登る 富士山へ登る 好 這樣大家知道 這個 ONIA的這個基本用法 來 這個地方 前面這個地方有講到 nextile シャツ 靴子 テープ フィルム 写真 第55頁 有很多這一種單字出來 這一種單字 他都有特定的用法 有一些詞 我讓各位了解一下 這一定要會 因為這個考試都會考 真的很討厭 好 第一個 nextile 領帶 還有這一種 欧語 我寫在下面 這都是他動詞 這個 代詞 欧語要注意 欧語上面是寫這樣 不是中文那種寫的 他是這樣 一文兩文三文這樣 然後再這樣 所以要這樣 這樣 會寫 三文 好 欧語 或者是 貝勒德 貝勒德是皮帶 這是皮帶 這個欧語的意思 是 核武的所有袋子 核武 真正的核武要穿十二層 十二層 一件 一件 十二層 所以穿起來 不胖眼的靠 那很可怕的衣服 然後這個 用欧 不過 只要是袋狀的東西 全部動詞都要用 西梅魯 這比較正俗的 西梅魯 西梅魯是細的意思 細帶子 細腰帶 細皮帶 細領帶 細領帶 都是細的意思 第二個是蝦子 然後再來第二個 蝦子 還有什麼 Code 外道是C-O-A-T C-O-A-T C-O-A-T 聽沒錯 Code 這個外道 還有Ceta 這是毛衣 這一種字 全部要用穿 要用這個穿 KIRU 好 這個要注意 這個很討厭 上半身 日文穿衣服 上半身 下半身不一樣 所以這個一定要注意 好 再來 好 褲子 好 第三個 褲子 再來 襪子 靠著膝 好 字幕 這藏褲喔 這襪子你知道嗎 靠著膝子知道嗎 要寫嗎 寫啊寫 我怕你們襪子不會寫 用襪子再難寫 脫了 好 再來 スカート 這是裙子 這一種要用什麼 穿 拍子 這個是下半身 所以日文的衣服 上半身用Kiru 下半身用Haku 也就是 由上往下穿的衣服 全部要用Kiru 由下往上穿的 全部用Haku 幫我襪子襪子 這個要注意 唯一比較尷尬的 女孩子的衣服 one piece 一片裙 洋裝 有人從上面穿 有人從下面穿 都可以 隨你高興 那個我就不知道要怎麼分的 因為我知道 有些人習慣往上穿 有些人習慣往上穿 有些人習慣往下穿 好 再來 帽子 帽子 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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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メガネ 這漢字通常比較少用 メガネ 或者是什麼 電話 這個要用 お かける 再來 手套 手套是 手套上去的 套上去的 手套不屬於 上半身跟下半身 所以他不是一個上半身 他是這樣 穿進去 圍巾 マーク 那個 圍巾是 スカーフ 那是 スカーフ お マーク 捲 這比較少用 最主要是 因為他們考這個兩個字 所以我才把這個列列出來 這個是比較正常的那種用法 沒有什麼特別 只是你們還沒有學過マーク 這個字而已 像我現在寫出來的就是比較特殊的 你看 跟中文不一樣 戴眼鏡用掛 掛眼鏡 你們現在講打電話 我們以前這樣掛電話 我們以前 掛個電話給我 不是 叫你把電話掛掉 不是 掛個電話給我 因為以前的電話全部掛了 以前的電話全部掛上去的 好 掛電話 是喔 嗯 我還撥號的欸 跑會跑 我很喜歡那個 我要喜歡那個有轉的那個 對啊 轉盤電話 我愛死那種 愛死那個 愛死那個 黑色 好 這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我們剛剛 果汁 酒 有沒有 お酒 お茶 飲料類的東西 都是用農務 這裡面有一個特別重要 是薯 是薯 飲料 這個很常用喔 日本藥 用喝的 不用吃的 這個要小心到 這個 不是你 要特別小心到 好 再來 還有 ギダ 就是吉他奧 或者是 piano 鋼琴 然後這個用 彈 另外一個同樣是樂器 violin 就是小踢琴 還有一個 cello 大踢琴 這個也是用什麼 Hiku 但是這個Hiku是這個Hiku 拉 這我們學過了 拉跟推 Hiku跟Osu 但是這個Hiku這個Hiku 所以這兩個 其實你不寫漢字的話 全部都是什麼 只要是樂器 全部用什麼 Hiku 拉小提琴 彈雞 拉彈什麼的 都是要的 好不好 那抽一當然就不用講了 Fuku 其他比較一般的我就不講了 還有幾個 比較特殊的 常用的寫出來給你們做參考 射信、歐、 投入、拍照 Videos 這錄影 O Toro 好 再來一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武刀 唱歌 O 這個單字最好記 唱歌跟唱 唱跟歌 都是一樣 武刀 武刀 唱歌 就這樣 當然這些比較常用的 剛好 我們這一部分有一些 跑出來的 我大概寫出來 給你們做參考 因為這些東西都很重要 這考試都考過 日前 我講的是之前 這一課最重要是這個 這些有沒有看到 助詞全部用什麼 O 上面都是 叫動詞 這個 能夠背起來 你最好背起來 不背 也沒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 動詞怎麼用 這邊最難的地方是 動詞 好 動詞 那這個時候O 就 不是 不是 O的上面是 助 受詞 受詞 都是東西嗎 就是受詞 這個 所以它下面就是 它都是 現在已經回到 現在 剛剛講過去的地點 地點 可以把它忘掉 現在要拿回來 自動動 沒有 沒有 你們學制文要記住 一個文字 每一個單元 它都一個固定的主題 那個主題 一定要把它弄成這樣 不要去想其他的 不要聯想力太豐富 台灣的學生都是聯想力太豐富 所以導致很多問題 因為你把它混在一起 所以你這些都是集露動詞 是 對 因為集露動詞 全部都是 所以全部用我 我講 你講太多 不是我的 我講太多 我上課本來就都講很多 為什麼我五十音 會講教那麼久 我五十音教完 你大概真正正真的話 最少可以背 一千到一千五百個單字 你就知道我補充單字補充多少 比獎益多出一倍 就這樣 我獎益大概就已經有五六百個單字了 而且那獎益上面的單字 都是很重要的 檢定考出現過的單字 你們要那個獎益的話 我也可以 可以 但因為十一代就好 要的話 十一的獎益都可以 我那種重要 因為那個都太簡單了 可以我們現在來講 因為我是借於用單字來背書書 因為用排列組合 阿 伊 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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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阿 伊 吾 吾 所以我們去排列 但甲基姆也是一樣 甲基姆舉起 甲基姆甲 핑ança銀 甲基姆甲reens 所以你五個因制了 就可以可以被很多 這五個字去考慮出 那個才是正確的方法 因為一般課本在教五十音 第一個阿出來的話 先背阿西教 問題是阿西 阿或是西 還沒有教 你會寫一個阿平 那就不對了 你要把那個音學過 你再來教 這樣才可以 可以嗎 這個沒問題 現在回到第六個喔 回到現在 這好像北一還沒有講好 來 上次好像還要講兩下 有沒有 這我忘掉了 那我已經要看 第六個好像講完了 北一好像第六個講完 對 下禮拜老師 下禮拜 我已經延了五兩個禮拜 沒有 我延後自動延後 我不喜歡講 因為北一的科目太多了 他們一起考的話會掛點 我只要 我喜歡跟導師對教老師 生了很多老師 考試沒什麼好考 什麼好證 要只有障礙的時間 我都幫你們兩個兩週再考 這樣子才可以慢慢教 慢慢散 才可以快樂一點 而且到時候學生可以專心準備你這一課喔 可以喔 來 我們再練一下 這一定要記住喔 你最少要記住這個動詞 其他上面不對 我沒有意見 下面這個動詞你要為 因為這是專有的動詞 你不能用其他的膽子來聽到 這樣知道喔 這個很重要 來 ネクタ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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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ヴィ ヴィ ヴェルト ヴェルト 剛剛我為什麼問你說 ティア什麼的コード 因為片甲鳴的話 片甲鳴不會受到第二音節的影響 我前面不是跟你們講過 タテト 在第二音節以後的話 要唸成タテト 但是外來語的話完全不受影響 為什麼 完全看英文裡面是聽還是聽 英文單字的拼音裡面 有聽的話一定是輕音 有聽的話一定是左音 就這樣 這個一定要記住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的話你就不會結束 你們看 ヴェルト 也比到聽 所以它是聽 有沒有 這個 Port C-O-A 這個 ネクタイ T-R-E T-T-T-T 對不對 所以都是輕音 知道嗎 這個是百分之一百準確的 像這個也是什麼 Skart T-T-E 所以一定是輕音 對不對 所以那個都不會跑掉 你不用擔心 只要按照英文 羅馬拼音的方法拼出來 一字 絕對是正確 這樣知道嗎 不要去死背 死背沒有什麼 來 再個字念一下 來 帽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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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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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CTIE O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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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T OBELT OBELT Cord Status Cord Cord OBELT Cord Cord OBELT 帽子を被る ヘルメッ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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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鏡 眼鏡 電話 電話 手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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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スカーフ スカーフ スカーフを巻く お茶 お茶を飲む 薬 薬を飲む ギター ギターを弾く ピアノ ピアノを弾く マイオリン マイオリンを引く マイオリンを引く チェロ チェロを引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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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不夠好看 但是你看宋星哲 メロン プラステーマイオリン アノ ネースカー モテアノ 神通信 イテアノ モテアノ シャシーオウトル 視訊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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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語答 語答 這邊單字沒問題 來,我們看各位把單字捏捏 今天把第六個詞列掉 這個句子很簡單 來,唸一下 所有的動詞全部被原型 來,唸一下 食べる 飲む 飲む 酥 醬油 抽菸 吸菸一樣 所以這個沒有特殊的,我就沒有去理出來 再來 書 読む 聞く 聞く 見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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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う 買う 取る 写真を取る 写真を取る 実習する 実習する ピンポンをする ピンポンをする ピンポンします する オウ トモ super 這個要注意 我上次講過 妳是單像 所以 beim撿り出 他們是我去找朋友 如果我和朋友在麥當勞 肯德基會面的話 就要把那個注詞なに改成tō to to的話變成兩個人 松茫豆豆 这个要进行 再来 午饭 朝午饭 昼午饭 曼午饭 这没有什么好配的 炭 卵 肉 魚 野菜 苹果 牛肉 牛肉 注意喔 牛肉是新鲜牛 牛肉是奶精 那前面那个什么 卵 软 这个是生的 如果汉字写成玉脂 玉 那个玉 玉脂的话 那是熟的 所以日本料理店 一定写玉脂 不会写软 下面这些饮料 整个在这一次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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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m 這很不重要 這就可以畫掉了 根本不會靠 因為這個東西已經不見了 写信 Aが Pinpo Nani 一生に それから Tot 那個後面的一注明 Tot的話 這表示並列 特別罰注明一下 Tot的話前後兩個字 並列 同等地位 沒有誰大神以上 來 もしもし あ ひまですか 這ひま請你特別注意 這個ひま是形容動詞 它不是名詞 空閒的 再來 A いいですね わかりました 這個動詞連詞 わかる また明日 好 來看文詢 文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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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四個字 四個字 我們用 來念一下 我 私は 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私は デパートで シャツを買います 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ませんか ロビーで休みましょう 好 你看第一句 我を 請你把它圈起來 動作者是我 我 喝什麼東西? 咖啡 喝這個動作 他動詞 所以前面一定有東西讓他喝 第二個 私はデパートでシャツを買います 請你把 我でを圈起來 我動作者 我在 テ テ テ パート 百貨公司 我在百貨公司 買什麼東西? 買這個動作 他動詞 所以前面有東西讓我買 箱子 這沒有問題 你說我在百貨公司 喝咖啡一口 當然可以啊 對不對 你要在哪裡隨便便家 再來第三句 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ませんか 一緒に是副詞 他擺在哪裡都可以 你說ご飯を一緒に食べませんか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同樣的道理 ご飯を一緒に食べませんか 當然也都OK的 這邊請你把它畫起來 食べませんか 跟食べますか 有什麼不一樣? 否定句的疑問句跟肯定句的疑問句 兩者相比較的話 否定句的疑問句更完轉更客氣 這只是更客氣的表達方式 要不要一起去吃個飯呢? 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ますか? 只是直接問你 一起去吃飯吧 那個意思 沒有要不要的問題 但是用否定的時候 代有要不要 好 再來在下面 ロビで休みましょう で 前面是ロビ ロビ是地點 對不對 所以在ロビ做什麼事情? 休息 好 マシュ請你把它畫起來 出現マシュ的話 表示勸用 邀約別人一起去做什麼事情 這樣子喔 好 再來マシュ跟マセンガ有什麼不一樣 在文法學的概念裡面 マセンガ是表示未知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吃 所以我問你說 要不要一起去吃個飯 マシュ的話是已知 我已經知道你要去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說 走了 該走了 不要在那邊晃 マシュ やすみマシュ就說 我知道你很累了 我們一起在ロビ那個地方休息一下吧 所以翻譯的時候 マシュ通常就翻成 什麼飯 要給你去吃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我可以講食べましょう 對 可以 食べましょう 就是我們一起去吃吧 因為我已經跟你約好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說 欸 我們都一起吃飯 結果12點到了 對不對 你看我還在那邊工作 你就覺得 欸 午安好食べましょう 走吧 來去吃 因為我早上已經跟你講過 所以我已經知道 我已經跟你講 喔 要去嘛 所以你要知道 未知的時候 要用前面那個食べません 這樣知道嗎 以知的時候就要用什麼 マシュ 提醒他 欸 該走 該走 運用的場合不一樣 這樣才知道會用 不要說什麼 マシュ是 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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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用比較重要 聽懂嗎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把下面那個 例句全部念完 回憑解釋喔 阿滩 是所有的 阿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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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把釋 いいえ 、すみません 毎朝 何を食べます可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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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ться 这边的卵是有点尴尬的 它是生的蛋 真奇怪 再来 今朝何を食べましたか 何も食べませんでした 昨日の晩 何をしましたか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した それから手紙を書きました どこで その靴を買いましたか デパートで買いました 一緒にデパートへ行きませんか 行きましょう 第一句 アナタはタバコをすいますか 請你把我をか把它圈起來 動作者是你 對不對 すいます 它動詞 吸 煙 這個東西 我要吸果汁 吸什麼東西都可以 いえ すいません 不 我不抽 пробить Elliott いえ メンヤーサナリを食べますか カ メンヤーサナリを食べますか 私は何を何に 何に 何をするか 何を食べますか 何を何を吃 Defense 何を全部食べますか 何を読みませんか 何を食べますか 何を何時にすること 何を食べますか 何を我想 何を食べますか 何を披霉 何を あなたを 何を慕霉 何我 Gazえ hitting 何を究極 如果我還有吃其他東西的話 你就要把這個頭改成什麼? 牙 牙的話 除了這兩個東西之外 還有其他東西 這樣進行的話 這助詞的運用就差在這個地方 再來 今晚何を食べましたか? 請你把MASHA畫起來 KESHA是今天早上 你吃了什麼東西 你看 第二要句是MAYASHA 是每天早上 成為一種慣性的動作 要用現在式來代表 但是今天早上 時間已經過去了 他用過去式 所以你回答的時候 NAMIMO TAPE MASHA NISTA 我什麼也沒有吃 請你把MASHA NISTA畫起來 否定的過去式 他過去式 你就要用過去式 日文注意喔 從第四課開始 我講過 只要有時間出現 你就必須要注意時態 是過去式還是現在式 中文沒有這種概念喔 所以這個比較麻煩喔 再來 第四句 KINNO NO BA NANI OSHIMASHA KA? 因為是KINNO NO BA 這個單字要注意喔 這個單字要注意喔 昨天的晚上 這個字文有一個患用字 叫做YOU MEI 這字就是昨晚的意思 好 等於YOU MEI 何をしましたか? 昨天晚上 你做了哪些事情 他說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した 讀了字文 それから それから等於是 然後 對不對 手紙を書きました それから千里特別かなコーテ 這一個字很討厭喔 第一個 それから 跟第二個 そして 這兩個字 都是 然後的意思 それから 跟そして 用法怎樣 這兩個都是 接續主詞 接續詞 接在兩個句子中間 那個それから 上面A 下面B的話 是兩個 不同 動作 這很難講的 那不是不同動作 在 不同動作 或不同地點 做 不同地點 也可以喔 我待會再解釋喔 そして 的話 就是 同一地點 做兩則動作 我舉個例子喔 私は 要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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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紙を 出す 手紙を そして 手紙を 出す 手紙を き手紙を 買う 完整的句子喔 そして 手紙を 出す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說 我在同一個地點 接連做 兩件相關聯的事情 這有關聯喔 做兩則 有關聯的動作 就是說 我在郵局 買了郵票 然後 把信 寄出去 這樣 那剛剛那個是 我先 讀了日文 然後再做另外一個動作 是什麼 寫信 就這樣 不一樣的動作 跟一樣的動作 這樣知道嗎 這概念有一點點不一樣喔 我們現在還沒有交到 但是我先講 這兩個考試考過很多次 そして そして 還有 還有另外一種場合 そして 的話 就是說 我在郵局 比如說做不同動作 我在郵局 買了郵票 然後存錢 就是喔 在同一個地點 那這個 それから是什麼 我去郵局 買郵票 然後 跑到銀行去存錢 就換了一個地方 轉折 這樣也可以用 索雷卡 這樣聽懂嗎 如果是 同一個地點的話 就是兩種不同的內容 同一個地點 不同內容的話 就用索雷卡 同一個內容就是用 接著作文的意思 然後 如果 不同地點的話 不同地點的話 也是用索雷卡 同一個地點做兩件事情的話 就用索雷卡 就這樣 就這樣 像聽懂嗎 比如說我去郵局 存錢 然後寄信 是不是在同一個地方 對不對 然後 我去 先去郵局 寄信 然後 跑去銀行存錢 這是用索雷卡 你知道嗎 不同地點 那 像 現在 我舉例這個是 跟課本裡面做對照 課本這個是 在同一個地點做兩件事情 對不對 那 那個是 在一個地點 這也是在同一個地點 但是 它是做連貫性的動作 我先買銀票 然後就把信置出去 這是有關聯的動作 這樣子 一個是沒有關聯的動作 一個是有關聯的動作 對不對 對稱的方法是這樣 來做比較 這兩個不好分 我真的要注意 所以老師 如果他買的郵票 然後去存錢嗎 那算是不同的 不同的相關面 對 但是要用索雷卡 它是在同一個地方 做不同的兩件事 然後 索雷卡拉的話 是 不同的兩個地點 做不同的事情 那為什麼這邊 為什麼課本才會想 那為什麼在同一個地方 沒有 課本這個是索雷卡拉 它是在同一個地點 做兩件事情 不同的兩件事情 這個對比要這樣對比才可以 用基本條件 來做對比才可以 我在同一個地點 做兩件事情的時候 要用索雷卡 兩件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在同一個地點 做有關聯性 連續性的動作的話 就會用索雷卡拉 聽懂嗎 這沒有問題 這是課本 跟這個 我舉例子的比較 另外一個 我到兩個地方 辦兩件事情 要用索雷卡 我到同一個地方 辦兩件事情的話 索雷卡 索雷卡 這很難 很難 那個 怎麼講 用一個特定的名字 來做決定 沒有辦法 因為要對比才有辦法分出 什麼場用 索雷卡 什麼索雷卡 就是這樣 你如果要單一的時候 很反批 沒有辦法批 這樣子 他考試的時候 也沒有反批 他也會把同一個 舉出來給你 想說對 這不用反批 只是你判斷的時候要知道 索雷卡拉 他是有不一樣的動作 或不一樣的地點 索雷卡 不是同一個聯繫的動作 就是同一個地點 就這樣 基本概念是這樣 それから不同地點 或是不同動作 そして同一地點 或是同一動作 聯繫的動作 就這樣 這很難解釋 因為中文 沒有人叫我這樣解釋 我是看日文 我把日文的概念 轉換成中文 講給你們聽 我希望這樣能夠說明 要不然這兩個我給你搞正 你覺得不會有 因為很難用 來 再來下面 どこでその物を買いましたか 所以你看 他這邊用過去式 對不對 で 表示地點 在哪個地點 その物を買いました 買了那雙鞋子 その的後面一定要加名詞 このそのアロトモ 有沒有 所以買了那雙鞋子 デパートで買います 他問的是什麼 どこ 在哪個地方 最後一個 一緒にデパートへ行きませんか 你看 這句 要不要一起去百貨公司 你知不知道他要不要去 不知道 未知 對不對 所以你才問他 他說 行きましょう 為什麼他用行きましょう 因為你邀他 他知道你要去了 所以這個是 以知 他已經知道你要去 所以回應給你 好啊 我們一起去吧 對不對 我就跟你一起去 好 好 這個也沒問題 那個 ソレカラ跟ソレカラ 以後你看到 就盡量用這個方法 就完蛋了 多看幾句 你就知道 一定要多看 以後 而且這個一定盡量看到 ソレカラ 為什麼現在就要講 不講 保證你以後不理不得 但是你有這個依據的話 以後你看到句 你就知道 為什麼到這裡碰 ソレカラ 為什麼到ソレカラ 好 再來看後面 他把這個講話 來 映画に行く 映画に行く もしもし もし もし 佐藤さんですか 佐藤さんですか ラオです ラオです 阿 ラオさん 阿 ラオさん こんばんは こんばんは 明日暇ですか 明日暇ですか ええ じゃあ 一緒に横浜まで いや 一緒に横浜まで 映画を観ませんか いいです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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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こで会いますか どこで会いますか 3時に 3時に 横浜駅で 横浜駅で 会いましょう 分かりました 分かりました じゃあ また明日 じゃあ また明日 じゃあ また明日 好 你看 もしもし 佐藤さんですか 我可以告訴你 這一句 這個句名就是亂編 我沒有 我所謂的亂編 日本人 日本人講話 就不會這樣講 更不會問佐藤さんですか 這莫名其妙的問法 他們全家都是佐藤さん 那你怎麼打電話 會打這樣 這不可能 然後 日本人打電話的習慣 第一個 一定講自己的名字 他 那個 一定先講 もしもし ラオです 佐藤さんいますか 佐藤さんですか 再來 阿 ラオさん 他不可能這樣問 他不可能這樣問 除非他知道 他一個人 單獨一個人 住在外面 才可以這樣 如果沒有的話 日本人通常是 打到人家家裡面 一定講名字 要不然他們家 全家都是佐藤さん 你不知道怎麼找誰 這樣會造成人家困難 所以 ラオです 這個是錯了 もしもし ラオです 先講 佐藤さんいますか 佐藤さんですか 再來 阿 ラオさん こんばんは 那個佐藤さん 也不會這樣回答 照正常來講 嗨 他一定是講 嗨 佐藤です こんばんは 一定是這樣 不能這樣亂講 錯誤的教訓 再來 明天有空嗎 你看 明天表示時間 有沒有數字 沒有 所以不必加主詞 明天有空嗎 A 這個等於嗨的意思 這等於では 那麼的意思 這一個字 你知道嗎 等於ではありません 跟吃ありません 有沒有 就是這個 那麼 一生に横浜まで 映画を見ませんか 他要約他 明天要不要一起去農賓 看電影呢 看電影是什麼 原地的動作 所以用什麼 A 所以横浜まで 請你把它圈起來 いいですね 好啊 どこであいますか 你看 又で あいます是後面 在哪個地點做什麼事情 原地的動作 で 三次に横浜まで であいましょう ましょう 把它畫起來 表示圈用 我們就約在那裡 這間面好了 在哪裡 三次に横浜まで 三點 因為有數字 所以要用什麼 に 横浜まで 表示動作的地點 在横浜まで 横浜まで 在横浜まで 後面 再來 わかりました 了解了 じゃ また明日 那麼 那就明天見 所以這邊 為什麼大家可以用 横浜まで 在横浜まで 因為 他們已經確定 横浜まで 要去 所以才會用 横浜まで 表示圈用 我們就 約在横浜 横浜まで 見面 所以 横浜まで 很好用 在很多場合 裡面 要善加飲用 好 這一邊 エナニグ 一定要稍微講一下 這個地方 其實在我用法 是有問題